但以理书第八章 这脚高过那脚 更高的是后掌的 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 受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 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 但他任意而行 自高自大 我正思想的时候 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 变形全地脚不沾沉 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脚 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 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 大发愤怒向他直闯 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 向他发烈怒抵触他 折断他的两脚 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 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 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 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 正强盛的时候 那大脚折断了 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 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 四脚之中 有一脚长出一个小脚 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 渐渐成为强大 他渐渐强大 高级天象 将携天象和星宿 抛落在地用脚践踏 并且他自高自大 以为高级天象之君 除掉长线给君的繁迹 毁坏君的圣索 因罪过的缘故 有君旅和长线的繁迹交付他 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 无不顺利 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 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 这除掉长线的繁迹和施行毁坏的罪过 将圣索与君旅践踏的异象 要到几时才应验呢 他对我说 到二千三百日 圣索就必洁净 我但以理见了这异象 愿意明白其中的意思 或有一位形状像人的 站在我面前 我又听见乌来河两岸中 有人声呼叫说 加百列呀 要使此人明白这异象 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 他一来 我就惊慌俯伏在地 他对我说 人子啊 你要明白 因为这是关乎幕后的异象 他与我说话的时候 我面伏在地沉睡 他就摸我 扶我站起来说 我要指示你恼怒灵丸必有的事 因为这是关乎幕后的定期 你所看见双脚的公棉羊 就是马代和波斯王 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 两眼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王 至于那折断了的脚 在其根上又长出四脚 这四脚就是四国 必从这国里兴起来 只是权势都不及他 这四国末时犯法的人罪恶满盈 必有一王兴起 面貌凶恶 能用双关的诈语 他的权柄必大 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 他必行非常的毁灭 事情顺利任意而行 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 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 心里自高自大 在人坦然无悖的时候 毁灭多人 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君 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 所说二千三百日的异象是真的 但你要将这异象封住 因为光乎后来许多的日子 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 病了数日 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物 我因这异象惊奇 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 就糟了 始伍员 看一下 мой acc